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是使徒彼得所写的 写作的时间大概在祖后的67年 也就是他快训道之前 正如彼得后书第一章 彼得自己提到 说知道他已经得神的启示 知道自己脱离帐篷的时候快到了 帐篷子,肉身帐篷 然后他在那里特别论到 他在脱离帐篷之前 他的负担就写了彼得后书 那写作的地点就是在罗马 因为照历史的记载 彼得在罗马城训道 那在彼得的一些末后的事奉里面 他在祖后的64年写了 彼得前书当时他还在外邦各地服事 到他尽职的最后两年就在罗马城 服事罗马教会还有在罗马 传扬福音 所以福音在罗马是大大的传开 最后在罗马城寻道 那彼得后书的主旨是写 神把他的有关敬虔和生命的事 启示给我们 彼得要我们在追求敬虔和生命的事上 分外的英雄 得到全备的装备 然后得丰富进入神的国 并且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志士上 有长进防范异端 请请预备 迎见主回来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从这一章经文的第五至第七节 还有第十一节 要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得以丰丰富富进神国 如何得以丰丰富富进神国 我们先来看第五至第七节 正因这缘故 你们是分外的英雄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志士 有了志士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全静 有了全静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十一节 这样必须要你们 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 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这个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乃是指着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德国降临的时候 在地上建立了一千年荣耀的国度 那么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 他说这样 一叫你们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这个国 能够丰富的进入这个国 就是与主同坐往一千年的赏赐 那么如何能够丰丰富进神国呢 那么在前面的五字七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正因这缘故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这缘故就是神早就把有关生命和敬虔的应息赐给我们 因为我们有分于神的性情 有分于神的应许 神的性情 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丰富富进神国 我们需要追求的是什么呢 他在第五节告诉我们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 也要再唱歌诗 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 成为基督徒 入门的开始是先有什么 有信心 有了信心才有其他的 所以我们是因信得救 因信称义 因信以神和好 因信站在恩典中 因信领受神的圣明和生命 而这个有了信心 这个有信心从何来 就是若不是被圣灵感动 没有人会认耶稣是主 所以这个信心从主而来 正因主所赐的信心 主借着圣灵感动我们悔改 相信他做主 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 所以有了信心 这个信心从主而来 那么得救生有了信心 是够了吗 不够 这个信心只不过是个起点 神看我们信心是有充足的信心 才叫有了 这个充足的信心 就包括我们对圣经真理 整全的认识 对神旨意的认识 对神的认识 以致我们对主满了信心 因为你认识他有多少 你对他信心就有多少 对他经历就有多少 所以无论在生活上 信心的经历 或是在真理的认识上 当我们面对火的思念 面对万难逼迫 艰难损失的时候 照样伸进他 这叫做有了信心 不知你现在的信心如何 有了信心够了吗 不够 还要加上什么 加上德行 德行就是神的美德 若是我们仅仅说 我有信心却没有行为 这个信心是虚的 正在雅各书所说 你对神满了信心 你必须有信心的行为表现出来 就活出一个像基督徒 活出神耳里的样式 这就是信心要有信 所以我们要查看自己 我现在会不会落在 老底教教会时代的光景是 外面富足 里面贫穷 在主眼中看 是赤身露体 好像没有穿衣服 意思就是 没有圣徒所行的义 没有光明界白的细马义 没有活出主的样式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呢 乃是这个提醒我们 有了信心 要加上什么 德行 今天我们在行为上 神的美德上 我们是否都活出来呢 信心要加上德行 若没有 我们要因群 身外因群的追求 加上 有了德行 加上什么 加上知识 因为我们的信心 和我们的 这个生活表现 这个美好行为的表现 都根据我们 对圣经真理知识的认识 正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所以若是我们把基督道理 丰丰富富 存在心里 我们不断追求 像保罗说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 乃是竭力的追求 不断追求认识圣经真理 我们的心思就会更新而变化 我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就会改变 那就会影响我们的处事为人 所以有了德行 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要加上节制 节制是圣灵所借的果子 节制是我们现在人 面对一个最大挑战 因为太多的诱惑 要霸占我们的世界 叫我们失去一种节制的生活 这个节制的生活 对于运动人来说非常要紧 对于我们跟从主 来说同样可以的样子 比如我们需要先在晚上警醒 不要到三更半夜还不睡觉 早晨怎么能够起来祷告亲近神呢 要节制 在我们生活里面 顺服圣民的工作 节制 有了节制 我们审查自己 似乎有了节制 有了节制 又加上忍耐 忍耐我们前半生讲很多了 所以是否今天我们能够 顺服神所良给我们的一切的环境 叫我们学习忍耐功课呢 忍耐等候神 万难中忍耐等候主呢 忍耐等候主回来呢 这些你师父有了 还是没有了 这一生他在主面前 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就是敬虔 敬虔 两个意思 第一是向神 第二就是和祷告有关系 所以敬虔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 一行向神 包括敬虑神远离二世 而敬虔的表现和这个祷告很有关系 和亲近神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是否是一个喜欢亲近神的人 我们生活是常常远离祖国 以马内利的生活呢 还是常常远离祖国呢 若是你已经有了敬虔的生活 那就是在这个不敬虔的事丹 或是敬虔的榜样 就有福了 然后呢 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爱弟兄的心 就是我们如果彼此相爱 就让众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所以有爱弟兄的心 弟兄者彼此相爱 这就是非常要点 万物的结极进 我们要点是彼此切实相爱 前面我们才讲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你审查自己 我有爱弟兄姊妹的心吗 我有切实的关心他们吗 有了爱弟兄姊妹心 还不够 他加上爱众人 原文就加上爱 这个爱是什么 爱众人 也就是这个 留意到我们身边很多 为信耶稣的朋友们 亲友们 还有即便我们所住的城市 所住的乡镇 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爱众人 因为神爱死人 我们爱神而爱人 这些都是 这个加上去的 若是你对传福音 对爱灵魂 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需要回败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在你身上 是否有这些丰富呢 你看主耶稣 在对七个教会 这个警戒的时候 在启示录二至三章里 主耶稣轮到某一个教会 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的信心 忍耐爱心 是可以数出来的 但某一件事出问题 主就责别 但对撒迪迦会主 怎么说呢 他说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 所以主 一样都讲不出来 没有说你的信心 你的爱心 没有讲不出来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 是否也是这样 就是 这个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还是我们很 能够说 哎呦 我现在有了爱心了 还有了信心了 还有了敬虔了 有了决志了 有了德行了 有了忍耐 有了爱必 就爱众人的心了 若是我们还缺乏 我们需要分外的音群 追求 念以神 清静神 装备神的话 让神来变化改变我们 叫我们更多活出 这个生命丰富的果子 结束更多生命丰富的果子 神的神性美德的显出 就是在这一些方面 都要从我们身上来彰显出来 以致我们到那日 得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果 不知现在 你样样都有吗 还是样样都还没有齐全 还是有的有 有的没有 但我们不在主面前 以同心追求 但愿那日 我们都能够 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